大家好 中秋过后呢 现在已经差不多10月中旬了 这个时候啊 月季呢 是处于一个快速生长期 而且呢 正常一般有的花 有的月季呢 已经开始开花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想让你的月季 能够快速的生长 而且能够尽快的运累开花 我们一定要给它用上两种肥才行 那么是哪两种肥呢 首先第一种就是触长肥 如果你的月季像我这盆一样 刚刚修剪过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 即时的补肥促进它这个新芽新枝的生长 因为月季开花都是在这个新枝的顶端上开花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让它能够尽快的长新枝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用肥的话 最好就是用一些素肖复合肥 这种荷兰进口素肖复合肥的话 它蛋领甲会比较丰富 而且肥效会比较快 比较适合像现在秋季 这个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使用 然后每次呢 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一小勺 这样子呢就能够有效的补充养分来促进它的这个新枝新芽的生长 然后等到它这个新枝新芽长到一定程度 要开始进行花芽分化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用上第二种肥了 那就是吹花肥 用吹花肥的话呢 在这里就建议大家用花多多二号 花多多二号不仅零含量 甲含量是非常丰富 而且还含有部分的氮肥 那么这个氮肥的话呢 就可以促进你底部的一些芽点的生长 可以让你的植株在开花的同时呢 不会因为缺乏氮元素而出现一个生长瘦弱的情况 使用时候稀释1000倍 进行这个喷叶就可以了 当然了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注意 除了用肥之外呢 我们还一定要给你的这个月季充足的光照 这个时候呢 给它全日照养护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然后呢 我们后期还要给它适当的进行一个防虫的工作 特别是在月季花苞期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防虫 因为有一些虫害呢 它对你的花苞生长呢 是非常不利的 会导致你的花苞会出现脱落 甚至是无法生长的现象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虫工作 那么防虫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盆土里面撒上一勺小白药 是非常的安全的 因为花苞期 如果我们在页面或花苞上喷撒一些药物的话 对花苞的生长可能会不利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